白爵正在为阴谋得逞洋洋得意 准备干掉穷途没落的牙 谁料原本葬身火海的智乃突然现身 烧死的只是他的虫分身 他早就猜到白爵会从大河口中窃取到他们的情宝 刚才的问答 不过是掩刃耳目 猜拳才是关键 他和牙通过手势对上暗号 演了这一出自相残杀的戏 就是为了骗白爵出手 白爵恼羞成怒 你们一个两个都这样设套 都孙子兵法了是吧 智乃二话不说 埋伏已久的计坏虫从白爵脚下钻出 一招虫龙卷送他升天 随后两人找到昏迷的真橱田 一起逃出了矿洞 外面夜色已经被忍均的鲜血染红 三船所部正在临终休长 一名武士鬼鬼祟祟来到黑椅前 叫醒了惨遭捆绑囚禁的迪达拉 原来他是白爵假扮的 将刀塞进黑椅中 想帮迪达拉越狱 这时光头老哥冲住 带着黑土前来拷问俘虏 黑土拍了拍黑椅 和迪达拉套了番近伙 可惜他这师哥死了也不开悟 满脑子只有爆炸艺术 黑土一看感情牌不管用 就讲出左柱还活着的事 想激一激他 迪达拉果然又惊又怒 自己艺术一生 最后居然空大了 左柱不仅没有恐惧惊叛绝望 反而活蹦乱跳的到处打架斗殴 成为小的二把手 一路混得风生水起 自己用命换来的纠集艺术 岂不成了笑话 他绝不允许 迪达拉用嘴咬住刀刃 准备跃跃 外面的黑土 仅哥哥不再理他 也没了耐心 准备让武士 打开黑椅 抽他牙的 白爵假扮的武士大喜 还有这等好事 梅流神露出马脚 被警觉的冲住 一刀砍翻 埋伏的白爵们 一拥而上 忽然 黑椅中火光一闪 轰然爆炸 看九郎大惊 雷顿竟然失笑了 原来迪达拉 用长刀倒走了点 他一声冷笑 这一回不玩法爷 玩箭矢 才怪 他扭头就跑 砍人哪有诈人艺术 这不是逃跑 是身为艺术家的信念 白爵大笑 那你倒是诈呀 迪达拉冷酷一笑 洗暴黏土用完了 我先去超市多买点 白爵气得吐血 让分身们回头缠住追兵 这时都感应到迪达拉脱困 准备将他回收 迪达拉不干 执意要浪一波 搞个究极艺术出来 都无奈 只好派出终极 为他断后 终极使出双引数 隐身拿苦 捅看九郎屁股 幸亏三船刀块 才保住了 骑袭队长的尊严 终极一枪 好汉不吃眼天亏 风紧扯祸 电报员一赶之 大部队继续追击迪达拉 黑土猜出哥哥 却找粘土搞爆炸了 建议再用雷盾 把他变回哑炮 三船一问 现场唯一会点雷盾的 却是那个 背着无线电的电报员 追兵转眼已至 迪达拉却还在玩泥板 白爵说 大哥你靠点谱吧 迪达拉又冷笑 等敌人靠近 突然引爆地雷 老虎不发威 真当他是病猫 爆炸却被傀儡吸的 激光封盾挡住 看九郎一操纵 又玩起了强制捆绑 迪达拉怒炮炸弹 被三船用刀锋拦截 电报员操起雷盾苦无 捅进迪达拉胸口 可惜他学艺不精 那点火花雷 被迪达拉插进地里的长刀捣走 电报员又跑 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飞出老远 看着自己自动复原的身体 迪达拉绝望了 艺术是瞬间之美 不死不朽的身体 简直是对艺术的侮辱 此刻西 恨不得从地里爬出来 抽他两巴掌 迪达拉捡起长刀 决心创造出究极艺术 一血牵齿 月下美男正苦思艺术之道 失去了能一起探讨 艺术的西前辈 他仰天长叹 艺术家的孤独啊 他一回头 角角的月光下 湖中出现了一位仙子 啊 是该死的二柱子 连白爵都惊了 左猪不是在老家树后休养吗 左猪见面就问名人的下落 迪达拉怒撑道 先是右 再是名人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左猪一脸冷漠 你谁啊 滚 左猪骂完就跑 迪达拉不管不顾的追上去 却留下被坑的队友白爵 独自挨一群武士的黑打 两人来到阎山 望着月下的美男二柱子 迪达拉醉心了 原来艺术的精髓 唯帅而已 结果白眼一散 左猪变成了黑土 迪达拉的眼睛都快瞎了 这该死的女人 还我刚才那张帅脸 追兵赶来 迪达拉正好有机没处罚 撒了一把黏土炸弹 被三船一刀两断 他立刻引爆 却发现都成了牙炮 没法子 他只好顾忌重施 吞下黏土 准备自爆 三船的刀捅进他的身体 竟然有雷电从刀上涌出 迪达拉惊了 这一年头 武士也会雷顿了 三船笑了 这不是人数的力量 而是科技的力量 蓄电池 你值得拥有 迪达拉赶忙拿刀插地 准备捣走电 电身却被岩石地面崩断了 看酒狼迫不及待的 将他送回了温暖的小黑屋 见从哥哥嘴里问不出什么 黑土便打到灰府了 窝在小黑屋里的迪达拉 不再骂骂咧咧 他已领悟了艺术的真谛 在那轮皎急的月下 那张绝美的脸上 此时名人 齐拉比还在赶来的路上 名人感应到 大家躁动焦虑的情绪 恨不得飞过去 然而前路 却被两个重量级人物拦住 雷影爱和火影钢手 要过他们这一关 可没那么容易 齐拉比盯着钢手 伟岸的胸肌 气得鼻血都快喷出来了 雷影大怒 大哥我胸肌也不小 你怎么不气 废话少说 今天你们休想乱跑 齐拉比忙劝哥哥息怒 他亲自做担保 求哥哥放名人下山去吧 雷影不从 八尾九尾 千禧战争的胜败 世界的未来 所有人都在为了保护他们 而拼死奋战 名人大叫 正因如此 他才不能坐视不管 若战争赢了 同伴却死了 那他独自苟祸 又有何意义 雷影怒道 你以为没有意义 但所有人都认为意义重大 眼镜说不动雷影 钢手伯伯 又以忍军参谋身份 表明了立场 名人只好硬闯 他自信九尾模式下 堪比顺身之数的速度 不料 雷影竟然跟上了他 一记铁圈 有千金之力 名人勉强周驾 心中大害 雷影说 自从四代火影去世后 纵观人界 比速度 他排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名人一听 雷影认识自己老爸 想叙旧打感情牌 雷影却说 当年四代火影纵横人界 无人可敌 可是今日之战 他在何处 他败了 在九尾事件中死掉 身为他的儿子 你的愚蠢 更胜他一球 居然没能从你老爹的失败当中 吸取任何教训 一番话 将名人的怒火彻底点燃 了解父母之死真相的他 比任何人 更有资格评价四代火影 他是为妻子 为儿子甘愿付出的生命 雷影脾气更烈 既然你执意要走 那我现在就杀了你 拖延九尾的复活时间 给我军争取短暂的喘息之机 此话一出 刚手不干了 可雷影和名人已经呛上了 谁也不让步 雷影一拳打去 没成想 齐拉比出手挡在名人面前 齐拉比一搏云天 对雷影说 既然这样 杀了八位人助力 也能拖延敌人 大哥你动手吧 我用自己一命 换名人上战场 刚手也赶紧来劝 说雷影 你的决定没经过总指挥部讨论 他身为忍军参谋 表示强烈反对 如果要杀 为何只杀名人 雷影说 为了赢得战争 他可以不惜一切手段 包括杀了弟弟 可是齐拉比能够使用尾兽域 战术价值比名人高 可以先留一命 一番话说得大意凛然 给足了弟弟台阶下 可是齐拉比死活不放手 雷影怒道 你们身为人助力 既属于自己 又属于国家 和人存的战略力量 万事由不得自己的性子来 两个蠢货 齐拉比收回了触手尾巴 和大哥拳头对拳头 他说道理多懂 可是他也有自己 作为个人的信念需要坚持 一旦放弃 他便彻底沦为了武器 雷影实在不理解 弟弟到底在坚持个啥 齐拉比于是使用回忆之术 帮他醒脑 艾还未成雷影时 便开始挑选 配得上笔之名的搭档 笔既是雷影的辅助 又是护卫 为了考验参选者和艾的协调性 双方需要对拳确定力度 同时使用绝牛雷厘热刀 打断橡胶人的脖子 任何一方力量过强或过弱 都会导致失败 这要求两人在对拳时 心意相通 众多参选者中 只有齐拉比脱颖而出 从此之后 艾便将齐拉比 视为亲生兄弟 同时同寝同塔 一起修炼 一起战斗 得知齐拉比将成为自己的继任者 前任八位任助力 布刘比对艾说 成为任助力后 一切都变了 无论多亲近的人 不知不觉都开始疏远和邪恶他 仿佛自己正在黑眼中独行 孤独和恐惧 一点点掏空内心 八位会趁任助力意志虚弱时暴走 他已经预感到 自己将要失败 艾安慰道 你有才能 血统和人亡 一定能够成功压制八位 布刘比却说 身为任助力 需要的不是这些 而是能填补内心空洞的东西 他能帮人坚强的活着 你一定要帮齐拉比找到他 布刘比一语成诚 他失败了 既然八位任助力的齐拉比 童年从此变了色 在人心疏离 孤独痛苦的岁月里 他到底如何坚持本心 最终成为完美任助力呢